同樣在遶境的大甲鎮藍宮媽祖 昨天晚上則是住假 在彰化永樂接天后宮 原本順順利利的行程 卻在今天凌晨變調了 其中的民族陸陸段 發生了多次的推擠衝突 場面相當混亂 凡是大甲媽所到之處 現場都是人滿為患 媽祖遶境回環行程 進入到最後階段 沒想到在十七號凌晨 再度爆發 口角衝突 白衣男子火氣很大 警民警察卡在中間 試圖阻擋兩邊衝突 不過人潮實在太過擁擠 就連警方也都寸步難行 過程中還有人踢倒燒金筒 場面相當混亂 媽祖鑾叫在永樂接天后宮 住假近三個小時 讓不少姓眾排隊軟軟腳 而這一回儘管爆發零星衝突 但對於整體繞進活動 董事長顏清彪 更是感謝信徒的熱情 大甲媽繞進是台灣著名的宗教盛事 不過美美因為人實在太多爆發 衝突卻也是天上神明所不樂見 華日新聞 萬山 黃瑞 林謝忠義 張華報導